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一个差不多的样子的 开价八十万 多少钱 八十万 你抢钱吧 天哪 那我得把房子卖了再说吧 那你说怎么办嘛 妈 妈 你先别有压力 嫂子那个花瓶 什么花瓶的八十万 真的假的 还不知道呢 这样 我们找个专家建订一下 看是真的假的再说 人家送给他的 还能送假的 那可说不好 现在股丸市场 赖鱼成熟的还少啊 妈 我看这瓶子 你先别买 咱先找个专家 鉴定一下 看是真的假的再说 那万一是个假的 咱再拍个真的 那岂不冤的话 你认识专家 我不认识 不过我好像听说 我们一同事的亲戚是搞鉴定的 这样 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约他出来吃饭 咱说说这事儿 然后反正我今天也请假出来了 我一会儿带你去看看妮妮好不好 你想不想她 嗯 好啊 我还真想妮妮了 哎 妈 没必要点那一桩子菜 可你开什么玩笑啊 全要帮忙 你会点那像样 妈 跟她特别熟 我们平时都是 在组里都吃好饭的 还有这个本事吗 来了 你别看她找到眼前了 阿姨好 妈 她叫刘凯 是我们栏目的摄影师 有金做制片 你 你坐呀 傻 傻站着干什么 全家了没有 还没有 有女朋友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多大了 我今天是 不是 妈妈妈妈 看上 你赶紧把那个碎片拿拿 我看看 阿姨麻烦你了 好 这个黑幼色的花盆还不错 看起来像真的 可惜了 怎么办啊 看样子 妈要把家底赔进去了 妈 你先别担心啊 你别在这儿装模做样子 吓唬人想先吓着我 我阿姨 我就跟我舅学点屁毛 不学位 你先别担心啊 你不权威的你装模做样子 瞎着 不是 我觉得 她挺专业的 妈 她要专业 我就成教授了 你别听她了 你 跟你舅我约好时间没有 约好了 星期六 我们拿着东西去她店里 好 妈 放心啊 到时候我叫上嫂子 一块去 好 那这事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吃 吃饭吧 你看我妈给你叫了一桌子菜 吃饭吃饭别客气 好 我觉得这个孩子真是不错 个子高高的 这个长相嘛又挺厚道的 重要的是单身 你不考虑考虑 妈 你没事吧 我就算年纪再大 也不能见着个单身男就往上哭 怎么说话了你 我就觉得刘凯这个孩子 你相信妈的眼力 刘凯比我小三岁呢 小三岁好啊 李大三抱金钻 他抱金钻了 我抱着你 他抱金钻了 你不就跟着沾光吗 妈 你有没有搞错 谁沾谁的光啊 这现在是八零后啊 普遍都是独生子 等他们父母七老八死的时候 那赡养老人的义务 全都落在他们一人身上了 我多好啊 我上面有个哥有个姐 赡养老人的义务呢 有个哥给我姐帮我分担 我是最好的 最惨的就是独生子 想的还真多 那不早独生子了 也不是啊 像海星哥那样 无父母的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我每一次都想骂那些不要公婆的女人没良心 结果我自己的女儿也是这样的人 妈 不是的 你记不记得以前爸经常说 哎呀我生了个儿子呢 孝顺人家老丈人老丈母娘子了 养了个女儿呢又成了国家的人 害你跟爸成了空巢 人现在爸走了剩你一个人 那谁成天陪你啊 是不是 所以啊 我还是就赖在老妈身边好了 哎呀 你呀少拿这些好话来糊弄我 你要是不赶快找人嫁了 就是对我最大的不孝 妈我跟你说啊 这个小男生啊都是 结了婚以后没什么责任感 平嘴 哎妈 给海星哥打个电话吧 告诉他我们一会儿去到家 哎 好啊 喂 海星啊 哎我和小湘啊 讲气太明明 你会在家吗 这样 好 好 那我们一会儿就到了 好好好 一会儿见啊 哎 回家呢 走吧 走吧 放心了吧 妈 来啦 妈 晓晓 晓晓 快请 明依 外婆小姨姨 谢谢了 看你来啦 谢谢了 好欢迎 明依 看 小学生来 对快进年纪了 坐吧 好 好 好 妈 你们先坐 我去泡茶 好 来 明依 外婆给你你买的娃娃 你你喜不喜欢 喜欢 真喜欢咋喜欢 真的 比你那个漂亮吗 对 这裙子漂亮吧 漂亮 外婆做的比这个还漂亮 你想小姨不吗 想 想啦 太大了 这边大这边小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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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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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妈 冲去坐吧 我有话跟你说 您喝茶 你看你这日子过的 人说呀 子不叫父子过 我们家呀 你不叫五之过 妈 我们的事 您就别往身上懒了 我也犯了很多错 这些都过去了 什么过去了 梅子她犯的错 我们就不能让她 继续地错下去 海青啊 虽说你是女婿 可是我和你爸 都把你当成亲儿子看待 你实话告诉我 能不能给梅子一个 改正的机会呀 改正的机会 嗯 我不太明白 我来 我 我的意思是 想让你们复婚 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们之间有什么仇啊 你只要同意 梅子的工作 我我去做 妈 您的心意有灵了 但是您说了 梅子已经交男朋友了 前阵子 她争着抢着 要拟你的抚养权 这阵子又不提了 这种情况 复婚 您觉得可能吗 哎 让她的女儿 忘不了心 可是海青 我们就当她是 暂时地迷了心窍 总有清醒的一天啊 为了你 我 我会尽心尽力地 去说服她 您等着看吧 我 你好好想一想 为了孩子 有什么不能让她的 妈 您的话我记住了 不过我觉得这事 除了不在我 好 只要你有这个心 全包在我身上 妈 妮妮幼儿园 毕业演出的舞蹈 我录下来磕了盘 一会儿 给您打一张 好啊 我可得要拿回家 好好地看 王老 妈 奶奶要帮你们去看 您也得跳舞录像 没看我们正忙着吗 你先去看吧 来 小向找了一个 古词鉴定专家啊 不想赔了啊 你真这么想要我妈的钱啊 不是我想要 是你妈非要赔啊 她的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 自尊心多强啊 我这要是不让她赔 她万一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哪天突然回老家了呢 所以得找个专家来 看看是真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干脆这样吧 就让您妈赔一半 那一半我就自认倒霉了 这样各自心里面都好受一点 要是假的呢 不可能 小男他不敢骗我 小男他不敢骗我 碎了就碎了 不值得可惜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值得了 这是一个 制作工艺精良的高方片 我已经见过好几个了 这个小男 居然连我都骗了 你看我下次见到他 我不骂死他了 这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 什么东西啊 你跟人家那儿生什么气啊 我告诉你 现在外头啊 挂牌拍卖的东西都有假的 更何况这东西是送来送去的 说不定小男也是说骗上当的 原来那花瓶是假的 静静结果书啊 是现代房品 妈 这现代房品也就几百块钱 不用赔了 你还让你婆婆赔 亏你小子出来啊 你啊 就在银行里干活干的 满脑子都是钱 我没让妈赔 谁让妈赔了 是妈自己当真了 弄得我这几天里外不是人的 行吧 今天啊 我看应该庆祝一下 我下厨 做几个好菜 小湘 你也别走了 你留下来一起吃饭 我来帮你啊 我来帮你去 哎呀 我想到小湘家住 对呀 妈 他好运了一块的 妈 怎么了 徐丽又气着您了 没有 但我想两边就是我妈 小湘在电视台内工作您不是不知道啊 这每天不招家的 您到她那不是一个人吗 她又不能带您上班了 我怎么不能带着妈了 我还能带着妈上电视呢 别捣乱 妈 爸不在 我就不希望您一个人带着 那样多寂寞多孤单啊 在我这儿住着 在家里您可以跟徐丽他爸聊聊天 聊到院子里转转 又有体育设施 又有那么多邻居 您认识认识交交朋友嘛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交什么朋友啊 妈 您答应在我这儿住几个月 再住几天就要走 您让我心里怎么过得去 妈 你就跟我到我那儿住吧 我那没人去 怎么说话呢小湘 你忘了当初我跟你怎么约定的 好了好了好了别急了 不走了 不走了 真善变 那行 那我回去上班了 赶紧走 谢谢 咱们这边溜达溜达 阿玉啊 您 我前两天啊去看这女女 我觉得这个孩子 长期不在妈妈的身边 这不是个办法 我就跟海青说呀 您要是愿意跟梅子复婚的话 你这个工作我去做 这有可能啊 怎么没可能啊 你都不知道 你那这房间挂的全是他们家的全家福 这证明什么 这只能证明梅子是你你的亲妈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拿对的一半 我觉得呀 你别看海青对这个梅子不依不饶的 其实她心里还是有她的 你说对吗 海青这边的工作啊 也许能做得通 那梅子能让我看不得难 难什么 不是有个海归在追她吗 那什么海归海归的 没结婚都不算数 我还是老传统 身为一个女人 只要是结了婚生的孩子 就得牺牲自己为孩子造成 妈 感情上的事 这不是外人能说得清楚的 这鞋合不合脚 只有脚知道啊 您就别操这说心 你说得轻巧 我这个当妈的能不操心吗 你这个当哥哥的也不能不管 那行 那我试试 上海真好 是啊 我也很喜欢上海 不过 此时此刻 我更喜欢身边人 好 很多你在哪里 请 好美啊 我从来没到过这么美的餐厅 有美人兮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 死之如狂 我从来没到过这么美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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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寻找丢失的衣服 还有你记得看婉 不必取买 曾经的风雨都已被吹散 竟然会穿奖 咱们结婚吧 遇见你 彼此的心中 有什么好看 对 这 我知道 我们相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我觉得爱情的价值 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 当我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知道 你是茫茫人海中 我追寻的另一半 结婚吧 好啊 戴维 你知道的 我刚离婚不久 我也是啊 这并不是障碍 没 我确信 你就是我苦苦追寻的 灵魂伴侣 咱们一定是上辈子就相爱 今生总散了 现在辗转相遇 才会一见钟情 嫁给我 好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再一次深爱 像上天的安排 同样的心情 用幸福去承载 只愿意 只愿再也不离开 有一份相互的依赖 哪怕世界怎么更改 再一次深爱 有快乐或悲哀 那过往的伤害 我选择了释怀 我选择了释怀 所有美好回忆 微微到来 忘记了现在 我选择了释怀 手中静静地握着 是你我的未来 是你的 喂 哥 梅子 妈去看妮妮 你知道 雷总 妈发现了什么呀 发现了什么呀 你以前挂在家里墙上的一些照片啊 海青一张都没摘下来 这说明什么呀 能说明什么呀 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孩子 妈可不这么想 雷子 妈希望你为了孩子 能不能考虑复婚啊 哥 妈这都是老小孩了 异乡天开 雷子 人家海青对你是有感情的 是你非闹着离婚 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吗 你知道我的 好马不吃回头草 你应该知道我脾气的 哥 我说你怎么就说不通呢 哥 你不用劝我了 你呢 帮我转告马 你就说 我 我给他 得给你们一个惊喜 惊喜 来 梅子啊 你这一阵子跑到哪儿你去了 连个电话也不来 妈 你猜我在哪儿 出差了 嗯 我到杭州了 哦 你看看 这人啊 真不禁说 我这两天正在念叨你了 你就来了 什么时候过来 哥嫂在家吗 下班了 在厨房做饭呢 妈 我想让你见个人 你帮我看看呗 哦 好啊 好 好 那一会儿见 大悦啊 哎 梅子说 他要带个朋友来啊 带朋友来 八成是交了男朋友吧 谁知道呢 他只是说 带个雷给我们看看 那好啊 不是 妈 不能让人家上我们家来 跟着一块儿喝粥吧 妈 要不咱们出去吃吧 好啊 那你跟妈去吧 我和小剧在家陪爸 那也行 妈 你等我一会儿 我换件衣服 好 会带来个什么样的人哪 这一次啊 这一次啊 你可得要配合我 做梅子的工作 不管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意思呢 是让梅子啊 跟财海亲夫婚 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 妈 今天梅子 人家领着人过来 咱不好当着人家面 拆散人家吧 这万一将来成了一家人 那这关系怎么出 还是先看看梅子领来 这人怎么样再说 你不管这个人怎么样 我一想到妮妮那个可怜样啊 我的心就跟刀扎似的 二位 这边请 没饭了 哥 妈 妈 这香水不坑的 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新婚丈夫史达卫 新婚丈夫 岳母 您好 很高兴见到您 我叫史达卫 你可以叫我David 你好 这是我大哥 沈玥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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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啊 坐吧 坐吧 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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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您岳母见面了 很高兴 经常听梅提起您 说您是县城里 一位了不起的小学老师 很巧 我的父亲也是搞教育的 是赣州师范的教授 知识分子家 天宁 妈 我们在家里随便吃点就行了 非得跑到我们酒店楼下来吃 是 小 晓呢 晓晓加班 来不了 嫂子跟小鞠没过来 他们得在家里陪我岳父啊 那就吃吧 对不起 我得先洗一下手 没 你不去吗 你先去吧 好 好 好 你们结婚啦 妈 你先跟我说说 她这个人怎么样 挺帅的吧 她是个过日子的人嘛 我跟过日子的人已经过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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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大卫这人真的挺好的 既风趣又浪漫 对我又特别好 我们已经领证了 你们已经结婚了 我们都是再婚嘛 也不搞什么婚礼仪式了 我们就到双方家里面见见父母 妈 明天还是这儿啊 请您 还有 哥 你把嫂子他们都叫上 叫上小香 我们一起吃个饭 就算是婚宴了 然后呢 我们到她家那边去待几天 这就OK了 怎么样 够心潮吧 这顿饭我是吃不下去 你陪他们吃吧 我不舒服 妈 岳母 你怎么了 妈 对不起 我忽然 我也疼 我要回去吃药 你第一次来 吃好 我去看看妈 妈 妈 没事 你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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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婚姻大事 您就这个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 你要什么态度 你还要我给你什么态度 你眼里还有我和你爸吗 你做任何事情 眼里从来就没有你爸和我 只有你自己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眼里怎么可能没有您啊 这 我这不是特地跑过来看您来了吗 您这说话说得也太决定 你眼里如果有我们 你和采海清离婚为什么瞒着我们 现在你又宣展厚重 结了婚了才来告诉我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还有迷你 因为迷你考虑过吗 迷你见过史大卫吗 他接受这个爸爸吗 你什么都不考虑 你就把婚给结了 证给领了 你糊涂 妈 你别生气 梅子 干嘛道歉 哥 我道什么歉啊 这是我自己的生活 我都那么大了 如果连自己的婚姻都做不了主的话 那我还在社会上混什么呀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啊 哦 你就这样在社会上混哪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告诉你 我前几天还到采海清家去了 他家还挂着你们的全家福 这证明什么 证明他心里还有你 我还幻想着 心许能说服你们迫近重圆 毕竟你是个当过妈妈的人 现在倒好 我反而省事了 不过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别在我面前再提你你抚养权的事了 就你这个样子 你养不好 妈 妈 拜拜 妈 你休息了 吃晚饭没有 气都气饱了 你今天梅子那个对象怎么样呀 我妈没跟你说啊 妈一回来就说不舒服躺下了 没来得及问呢 婚都结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天哪 这也太速度了吧 妈 妈 您走了以后啊 没得特难过 她都哭了 哭早了 将来有的她哭的 妈 我看史大卫那人也挺不错的 温文尔雅 一副洋派头 那叫装洋算 每说一句话 就蹦出个英文单词 生怕人家不知道她是刘洋的 过去管这种人叫洋金邦 妈 您走了 我坐那儿特别尴尬 我也想找些话说 想说说梅子 她这事办的 可是我觉得 人家史大卫是无辜的 咱不能给人家脸色开 明天周六 梅子和大卫啊 说请大家去吃个饭 您得给面子啊 要去你们去 我不去 那 那 那您先休息 明天的事咱明天再说 他这 tears 是吧 你呢 风了吧 你说你们家梅子 这刚离婚几天哪 居然又结婚了 记得我原来跟你说的吗 这梅子早就有人了 我估计 争孩子的抚养权什么的 也就是专专样子 你这下财 还胡说 你没听大卫说吗 他们俩认识不久 是闪婚 这话也就你信 那现在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你妈还闹什么气啊 她不是说 就担心梅子离了婚 以后不好再嫁吗 这下好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妈担心的是妮妮 所以她希望梅子 和海青复婚 那怎么可能 这也太异响天开了 妈是担心啊 这梅子和海青离了婚 各自在组成家庭 这样对妮妮的 身心健康不利 这就是说呀 现在都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是可怜天下祖母心了 对吧 明天我把我妈和梅子 叫到小湘那儿 去好好聊一聊 这样聊得通呢 咱们就去吃饭 就你妈那脾气 我看学院 好呀 对了 戴伟 今天 你就在家休息吧 要是无聊呢 你就到外面去转一转 我想去看看我妈 看她病好了没有 今天中午 我就不陪你吃饭了 给 谢谢 妈 事情已经这样了 姐呢 她是成年人了 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追求 你说你操这个心干吗呢 对呀 我是 干萝卜干操心 水萝卜操烂心 大女儿拿婚姻刀儿戏 你呀 索性就不结婚了 你看看 我操这个心干吗 我这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妈 你怎么又说上我了呢 我不单单说你 我还要说你哥呢 你看看 这都成老姑娘了 你都不心意帮她 张罗张罗 找个对象什么的 你们队上那么多男人 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还有徐丽 在银行里也帮忙找找吧 长兄为父 长嫂为母 你们都住在一个城里了 就眼睁睁地看见你这个小妹妹 在那里晃来晃去啊 妈 你让小湘跟你说 我有没给她介绍 可她都看不上啊 你高扫单位的可都是金饭碗呢 你都看不上啊 没有 没有 哪能看不上呢 就是 就是没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啊 那个 不来电 等来电了 都成老婆太婆了 梅子来了 哥 姐姐 姐 姐 来 妈 你们这是要三堂会审了 还是开家庭披兜会啊 姐 恭喜你啊 你给我吵了玩闪婚 妈刚拿数了我呢 说 你说在那个勇敢追求自己婚姻幸福上面 你甩我几条街 我向你学习啊 是吗 妈 我也没想到能遇上David 你说你跟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 我都没有时间给你准备礼物呢